方丈師兄 方丈師兄 方丈在李巴山父女面前 我不便開口 師兄總不能維護一個族家弟子 而帶給少林子這麼多麻煩 出家人以慈悲為懷 何況我們都是雜無之人 救急扶危 是我們疑不欲辭的事 方細祖已經是我們少林弟子 我們要保護他 這是我們的責任 師兄, 你要知道 李巴山父女並不容易對付 只怕他不肯罷休 將來就後患無窮 師弟的意思 我總覺得 一人做事一人當 依少林子規 所有禍及同門的都要逐出少林子 如果現在就把方細祖趕出去 就是叫他走上一條死路 李巴山一定還在附近 絕對不會放惡他 這樣做就是間接害死他 師兄 少林子百年基兒 一向為武林所俗 不可以背上不仁不義之名 否則我們就是愧對 少林歷代祖師 師兄 我身為戒律院首座 是有權懲罰所有弟子 方丈都不得過問 但是你處罰得是否公平 老衲為方丈 也有權論斷 師兄 我依法止規而做 又有甚麼不公平 方細祖一直住在少林子 也沒有在外面犯過錯 為甚麼一定要趕他出自 可是他犯過錯 還沒進少林子之前已經犯了 阿彌陀佛 過去種種 譬如昨天死, 今日生 如果照師弟的說法 凡是在外 以前犯過錯的人 就不能再進少林子的門牆 那不是有為佛祖當年 大開方便之門的教誨 為了少林子的聲譽 為了方細祖 在情在理 我們也不應該出去 交給黎巴山 好, 既然師兄你這麼堅持 我也沒話可說 只能先告退 三等 你們在外面 偷聽就很久了 拜見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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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你不要怪他們 這個主意都是我出的 你們剛才都聽到了 師父, 細玉對不起你 我對少林子對不起 細玉, 你起來吧 老立這樣做 是不忍心見你受到傷害 也是為了幫少林子保存威信 師父, 世上除了我爹和娘之外 可是沒有人對我這麼好 這個禍是細玉藏出來的 你給我一力承擔 不需要再為這個不肖徒而揮身 你也會叫我一聲師父 你一生死為師 是不能坐視不利 為甚麼還不睡 出來幹甚麼 想不到少林子原來是一個這麼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以前總覺得 我覺得這裡只有呼呼喝喝和永遠做不完的苦工 我真是把這裡當監獄一樣 大錯得錯 你說監獄呢, 這樣我過分了一點 我們來少林子練功, 怎麼都會吃虎頭 你以為就是以前在家裡這樣嗎 不對 我現在真是在家裡的感覺 但是我越對少林子有感覺 我就越擔心 是不是擔心你這幫山父女 你擔心得對 你這幫山父女萬患無理 如果他們殺不了你的話 肯定三天兩天 就會來少林子搞事 那你不用太擔心 少林子呢?高手如魂 只要你記住 千萬不要離開少林子的範圍 那你這幫山父女也奈來不何的 我知道 但我硬是認住 她怎麼這麼簡單 你這幫山父女也奈來不何的 從今天開始 少林子一天不搞出方世玉 走出來的和尚 我見一個打一個 回去告訴智善 前天, 我要方世玉的命 走 師父, 她傷得怎麼樣 我給她敷藥 方世玉, 怪你做的好事 師兄 怎麼樣? 他們也傷得很重 智能主張 早就把方世玉趕出少林子 可是師兄偏偏不聽 你現在看到李巴山的厲害了 那問師兄 有沒有想到有這麼嚴重的效果 可理陀佛 康復正道, 乃兒之所在 雖然虎炮當頭 我們也沒有畏懼退縮的道理 師兄說雖然有道理 但是還不能把少林子上下安危不顧 方世玉犯的罪業是應該由她去受的 現在禍及其他同門 我們又怎麼可以向其他弟子交代 師父, 他們怎麼是被你的三父女受傷的 他們是逼我們, 把細玉給他們 要我而已 關其他人甚麼事 為甚麼他們將會打到這麼嚴重 簡直不是人 閉嘴, 都怪你連累同門 不是你惹的禍端, 他們怎麼會受傷 如果你再留在少林子上 我恐怕更多人受害 好, 一人做事一人當 從現在開始不會再有人受害 世玉, 你上去哪兒? 我去找你的山上去 你冷靜點 世玉, 你現在做根本不是你的對手 只有送死的 我不怕死, 與其要我忍氣吞聲躲在這裡 眼白白看著其他師兄弟因為我而受傷 我倒不如現在就衝出去和他打一場 我斷手也好, 斷腳也好 連命也好, 我也叫他心安離婚 世玉, 不要衝動 老衲從來沒有說我要交你出去 陳年師父你不讓我交出去 我先過兒不去 我不可以再忍了 世玉, 不要說了, 追 快點 李小環, 李板山, 出來 你們不想找我算帳嗎? 本少爺在這裡, 出來… 上來 你終於敢露面了 怎麼剛才不斷在這裡吠 是嗎? 你這隻狗狗, 打傷我的圖門 毛匪都是想逼我出來的 我又站在這裡 我今天送你一夜 等你下去陪你這隻狗公 好, 我成全你 我還沒罵完, 我敢快動手 紅葉, 我說 對他人要放我 That's what I'm saying 對我 No S S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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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上次幾乎被你踢死 這次還了利息 世俸, 你真的打贏了他? 李小雲 世俸, 快走, 等他老子回來 我們就麻煩了 放世俸 小雲, 你怎麼樣 爹, 她的功夫比以前厲害了 快給我殺了她 小雲, 你先殺我女妻在先 現在又打傷我的女兒, 你今天不用自己有命 師父 知善, 你肯定要保住方世俸? 方世俸是老衲的弟子, 遺師不能不理他 好, 你要補他, 你就殺了他 慢著 請師弟看在同門的情分上 你就放過世玉吧 只要你不插手領外的這件事 我還可以客氣地叫你一聲師兄 果然少林子以後就永無令日 師父, 方世玉頂天立地 就算死也不會連累少林子 好小子, 算你有志氣 師弟, 雷老虎戰死雷台之後 你已經找方世玉報仇了 是他假裝騙了我們 師父受了你十二年蚊腿的重創 本來一定會死 但是誰知道他又撿回一條命